小刘是一个中学辍学的,20岁青年,整天有手好闲,没有钱过活的日子,就只好去工地上找些零工赚钱,因为没什么技能,打零工的微薄收入完全无法负担生活, 只好向以前的狐朋狗友求助,其中一位朋友答应给他介绍工作,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,是偷窃,但是小刘看这个朋友因为偷盗生活过得还挺不足,又没什么事情找上,就开始随着这个朋友偷窃,这天,小刘去到一个小区偷窃,盯准了一户,进到房里后,小刘就开始翻箱倒柜,但是翻了好一会儿,冷时没有翻出什么东西, 反倒是看到一个女子躺在床上,满身酒味,没有偷到什么东西的小刘,看见眼前的美色,瞬间就起了怠心,小刘轻轻走到女子身边,原以为女子会醒过来报警,结果发现女子不但不呼救,反而很主动贴上来,小刘再也忍不住了,马上就和女子发生关系, 结束后,女子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,小刘立马抓起衣服,溜走了,不一会儿,女子醒过来,发现自己的家,被翻得乱了吧糟的,才意识到自己被偷了,而且还发生了关系,于是马上报了警,警察赶到后,通过查看小区监控,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小刘,很快实施了抓捕行动,小刘很快就被抓了。 小刘立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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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